在台灣不論是百萬級距的休旅車 或者是進口豪華的休旅 都賣得嚇嚇叫 而一車難求的狀況 在豪華品牌更是屢見不鮮 而近期我們看到 Lexus推出了全新大改款的 ONEX的車型 來勢洶洶 同時也讓競爭對手 可以說是 在這個時局 如果你想要入主豪華品牌的休旅車的話 你應該要怎麼樣下手呢 我們先帶大家來掌握這份銷售的榜單 2021年賣最好的豪華品牌 不論是車種 可能有房車 有休旅車 或是CUV等等 這些排名能夠擠進前十名的 有哪幾台車來的 冠宜你說的沒錯 Lexus NX真的是讓對手 剉雷蛋 我們先來看一看 冠宜你剛剛問的這個問題 2021年的1月到11月 我們來看看 不分車型的豪華品牌的銷售 Top10 你會發覺銷售最好的第一名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Lexus NX 注意喔 雖然他11月份已經開始預售 所謂大改款的NX了 但是目前還沒有正式的交車 到這個消費者手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1月到11月份的銷售數字 完完全全都是由上一個世代的NS所締造出來的 他竟然可以位於這個所謂Top10裡面的榜首之位 而且贏了是我們看到很熱門的一個 Mercedes Benz的GLC 賣6476輛的這個數字 贏了他也有這個600多台左右的一個這個數字喔 所以你就可以發覺以前我們老一輩的人講啊 就是說臺灣的豪華品牌叫做EA2B 可是如果你從這個Top10的榜單裡面 你會發覺A在哪裡 這個這個所謂的Odia 根本就不在這個榜單之內 那麼B呢 2B呢有所謂的賓氏跟Bnb 來我們看一下賓氏的部分 你看他GLC GLEGLB 他的這個休旅車的部分 大概有三輛車在榜單裡面 同樣的Lexus有NX RX UX 都在銷售的Top10的榜單裡面 所以你就會發覺欸好啦 那Bnw在哪裡 Bnw榜單裡面 唯一入榜只有一個Bnw的三系列 賣的是2846台 所以雙B之爭啊 基本上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好像變成Lexus跟賓氏之爭 確實Lexus跟 感覺上你看這個 對 確實Lexus跟賓氏是在競爭這個豪華品牌 在臺灣銷售的一個龍頭寶座 所以你看看這裡面的一個組成結構 如果說我細分給大家看 剛剛已經講了 賓氏有三個休旅車 在這份榜單裡面 Lexus也有三個休旅車 在這個榜單裡面 可是賓氏的休旅車車型 好像稍微多一點點對不對 所以如果用車型的數量來看呢 賓氏賣的也沒有比Lexus好啊 對不對 而且我們在這以今年 11個月份的銷售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Lexus是 事實上有好幾個月啊 他整體的這個掛牌的數字呢 其實是多過於這個賓氏的車子的 那如果你在看到以轎車的部分來說 Lexus有一部Lexus的EX入榜 在Top10裡面 那賓氏則有C-Class跟E-Class的部分 他同時有兩款車型入榜 所以在轎車的部分 賓氏稍微強一點點 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車型非常的重多 所以你說他真的有沒有 我覺得贏了Lexus嗎 沒有 其實在這個榜單裡面來看 或者是說在台灣的豪華車的銷售市場 裡面來看 你會發覺Lexus才是這個真正的大贏家 真的 是贏了面子也贏了理智 所以我們來看 他的銷售第一名的Lexus這個NS 其實在11月份的時候 已經開始所謂預接單 就是大改款的車型 其實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就接了3000張以上的訂單 表示什麼 舊款車型有非常多的消費者清淡 根本不在乎說他有沒有出新車 我就是要買Lexus NS 而且當然其實前幾個月我都說 因為國際之間沒有出這個NS200 所以台灣可能沒有這個入門型的NS200 所以也讓了很多消費者的搶購 這個地方跟消費者說的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核帶汽車 算是非常的強 他跟這個母廠要求到了 台灣獨有的這個NS200的車型 持續的能夠來去在台灣 提供給消費者這樣子優良一個選擇 不過不過我講的 也沒有完全不對啦 真的是他必須要到明年的時候才會下線 而且目前看起來 這一個交車史前 時程還會有一點點的這個推遲 但是仍然不能這個掩蓋什麼 掩蓋他預定一個月就接了3000張 銷這個訂單的一個這個事實 所以他的年範目標 我認為以在Lexus上市的記者會來說 核帶汽車公佈的是 年範的銷售目標是要1000台 1萬台 我覺得Lexus真的是非常的含蓄 其實這1萬台對他來講 我想問題不是在於他 有沒有這麼多消費者 而是在現在我們知道 包含疫情 包含運輸等等的狀況 晶片短缺的狀況 問題現在是在於說 車子夠不夠交給消費者 對啊 其實很多的汽車媒體都會講說 豪華品牌裡面的神車 就是Lexus的NX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一次全新大改款 大家期待非常久的NX 他到底有哪些厲害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他的革新非常有感呢 其實他一上市之後 剛才Ada有說了 他就已經預計單超過3000台 而其中的五成 五成的訂單量都是落在NX的200 觀眾朋友千呼萬喚使出來 熱騰騰NX200來到我們棚內了 沒錯 我相信這一集一定非常多的觀眾朋友們 都在等 因為NX真的對於豪華市場的SUV來說 是最最最重要的一台車 在外觀上車頭部分 你可以很明顯一眼就看到 他整個樣子 還是Lexus的家族的羽繪 最新的設計風貌 但是變了真的很多 包含大家最關注的這個 仿錘型的水箱護照 那因為我自己是算是 第一代仿錘型水箱護照的車主 所以演變到這個世代 你會發現他的質感 裡面所有的細節造型設計師 真的是有用他的功夫在 他的開口其實有一點點 上面短下面長 所以比較運動化 那這一次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他叫做U-shape 就是裡面的網格狀 他雖然不是F-Sport那種純網狀 但是他一個一個的U 關於你們發現 而且他其實編排的角度 都有一點點隨著車頭的流線變化 去做堆疊 這個車頭你會發現 他變得比過往還要高手 有一點點前凸 甚至有一點鯊魚頭的 有沒有 像鯊魚頭 有一點這種感覺 為了就是營造車頭的一個大氣增容感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NX200之前上一代跟現在現行的 他豪華度提升很多 其實差蠻多對不對 差蠻多的 尤其是我們到現場看了實車 對 觀眾朋友們 可能去展間之後就會發現 最近展間大爆滿 大家都是在看這台車對不對 平日也是人很多 沒錯 然後頭燈也不一樣是不是 對 頭燈也不一樣 那過往其實大家對於這個 很好辨識的 他的箭矢型的日行燈 就非常的明確 但是這一次頭燈 我覺得在他的比例還有線條 稍微做得再扁一點點 那我們在200的車型上面看到 他還是LED的光源 就是你有像AHB遠近光切換等等 如果你買到比較高階的車型 他就是三眼式的 他還可以有自動遮罩一些功能 對 依照等級 稍微有一點點的不同 所以整個車頭看上去你就知道 其實很像這種旗艦的休旅車 感覺那個定位又在拉高 那我們先順便來講一下 他裡面的動力 雖然一樣是200的車型 那剛剛艾達有說到 他算是 核胎騎車跟原廠機器爭取的 一個特殊版本 台灣目前才有 那200雖然一樣2.0 自然進氣四缸的動力 但是他換了新的引擎 不是舊的那個200 其實CZ數一樣 但是他換了 那他的最大馬力 提升到173匹 而且你要想 這麼大一台休旅車 純汽油而已 還沒有油電 曾幾何時 他的油耗已經可以來到 將近一公升16公里 很漂亮的數字 潔能性表現也非常好 沒有掛電的 沒錯 所以我覺得值得贊許 那關於我們再來側邊 來看一下他其他的造型 單舊車頭 大家可能已經耳目一新了 那來到車側呢 雖然我們現在看的這一台 還不是F Sport 但你會發現他很多線條的堆疊刻畫 已經非常的運動 那特別像輪圈的部分 在200上面還是18吋 他的造型也都是換新的 對 那很特別的是呢 這一次200以上 通通都直接升級到20吋 所以我覺得就還蠻有誠意的 在運動化的這個部分 車側呢 往後走 我們一樣看到 他是一個在車門門板上面的後視鏡 已經現在已經算是 Lexus的一個招牌了 那往後走呢 我就要來講到這一次改款 很大很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車門門板 你可以說他是門板嗎 其實他只是一個形體而已 對 有點像電子索的一個概念 對 其實大家看這個門板就很正常 就正常那種開車的門板 其實呢 你開啊不是這樣拉 你要硬拉他不會動 他在裡面呢 有一個電子式的車門的門板索 所以你壓一下 他非常的輕巧 他的按鍵在這個裡面 對 他裡面 所以他的門板只是一個造型而已 實際上他已經不再是個門板了 沒錯 沒錯 其實他只是一個 裡面有按鈕 讓你有一個好濕力的去拉開 外面長這樣 那裡面呢 有沒有一些電子 來 我們來給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其實呢 在他的車門的裡面 大概我們平常看到這個位置啊 就應該是一個拉的門板 這樣子拉的 對不對 一般都是這樣 其實他就改到這邊 非常小巧一個 那上面有沒有看到有一個push 其實你在車內輕輕的一壓 就這樣扣一下 有沒有聽到鎖的聲音 有 他就你就可以輕輕的把它推開了 對 所以他新車都會附這個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買這台車 不要把它拿掉 不要嗎 千萬不要把這個貼紙拿掉 因為大家還需要有一段時間的適應 他一定只是 很多人都是把這個當門板 你知道他們都這樣開 對 所以有沒有push open這樣子 怕人家忘記或是找不到 是 連後座也應該是要這樣 冠儀比較貼心一點點 但我是覺得撕掉你就可以享受 因為我在試駕的時候 你就忘記了 好 這個情有可言 太新的車了 對 好 講到車側呢 我們先來講一個重點 就是尺碼 其實這一次的NX 你會發現看起來啊 好像跟過去差不多 就是沒有變得特別大 快要跟RX一樣大 沒有 它的長寬高 個別增長大概2公分 2.5公分 那但是軸距呢 已經來了2690 所以它軸距大概加長了3公分 加在哪裡其實就很大一部分 就是幫助後座的乘坐空間 對 這只是簡單跟大家提一下 尺碼的部分 等一下內裝就可以好好的來體驗 好 來到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車尾啦 其實這個車尾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的樣貌 其實我覺得已經差了很多很多 跟車頭不相上下 那其實這一次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 它是首次在Lexus上面 採用了字母式的廠灰 過去我們看到車尾有一個L嘛 那可能汽油的是黑色 油電的是藍色 現在都改成這種 鍍鉻的英文字母的排列 豪華品牌都必須這樣子 有一點全球 就是汽車新車的一個潮流 對 沒錯 那尾燈的部分呢 大家一定會發現囉 它變成是連貫式的 那當然它兩側的這個 兩側的形狀 還是一樣維持L-Shape的一個 家族的式樣 而且加上這個貫穿式的尾燈啊 你在夜間的時候啊 你就不會錯認 這樣它這個L-Shape 就一般可能你看到貫穿式的 UX也有嘛對不對 可是L-Shape它就是超明顯的啊 你就知道是新的那台LX 好 在車尾部分 我們剛剛講等級嘛 在這個豪華版呢 它其實有腳踢感應式了 但我們現在就不示範 直接把尾門打開 打開之後呢 是一個稍微再放大一些的形象容積 它來到了520公升 上一代是475 所以稍微的增加 那打開之後你會發現 它幾乎是一個全平整式的設計 當今天呢 如果你有想要堆比較多的東西 或我現在想要示範給觀眾朋友看 就是把這個杖板拿掉的時候 其實呢 它非常的好操作 它其實軟軟的一片 它是軟質的 然後你可以直接把它收折起來 收完之後呢 帶走是不是 沒有 其實下方的杖板 拉起來之後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這 它有它的家 它有它的家 剛剛好 然後你就合上後面的杖板 就完成了 那當然它的椅背 也有支援六四的傾倒 你只要稍微往前一伸一推 它就可以很好的再擴充空間 推開之後就超過1400公升 所以空間的使用上 在這樣一台中型的SUV上面 我覺得LEXUS的操作 一向不太需要讓人擔心 對不對 所以它還是200的 還是有電動尾門 也是有 對 我覺得滿不錯的 是 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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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原來 是